有没有冷静 我现在是躺 不错了吗 你们打人还没错吗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3月27日 星期三 这里是迎接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成者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我是独立自媒体人 岳哥 3月24日下午 武汉大学的保安 这索博的场面 这把穿和服的 赏樱花的小伙子 往地上一摔的场景 真是触目惊心 看到这声嘶力竭的一幕幕 不知道滚滚猪公 有何感想 我的奇怪的感想之一 就是这个 一本正经介绍着樱花 是从中国到日本 从日本又返销中国的女保安 如果她的手边有把优行锁 她应该就会走上去 冲着地上的小伙子 来一记优行锁 给她了一个脑炉冻开 3月25号 武汉大学官方做出了回应 细节都有 从没有预约 到语言挑衅 到最后升级到肢体冲突 面面俱到 但是唯独没有提 武汉大学赏樱花的人 到底能不能穿和服 武汉大学有一个小小的伏笔 那就是提到了服饰得体 什么叫做得体的服饰 武汉大学根本不敢说 说武汉大学不敢明确说 穿和服禁止进入武汉大学赏樱花 绝对不是耸动之词 禁的原因就是 中国正在与一一带水的日本 需要日本的时候 咱们就一一带水了 需要和日本商谈 一带一路的计划 安倍政府已经有限度的表示出 对这一计划的感兴趣 所以现在的大的形势 绝对不允许武汉大学去冒这样的风险 来说这样有违和感的话 稍微远一点的原因 自然要扯到2009年3月21日下午 发生的所谓母女俩和服门事件了 当时这操着武汉口音的母女俩 和另外两位友人 就到武大的樱花园区来赏樱花了 欣赏着欣赏着 就有当时的武汉大学的学生叫了起来 不要在武大拍照 穿着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云云 这个事情当时在全国都引发了诸多讨论 不少人就摆出武汉大学2002年7号文件 关于樱花开放期间校园管理的通知 其中白子黑字的一条 第二点不允许在校内穿和服照相 武汉大学的校方 因为这个白纸黑字的禁令受到了批评 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巨大压力 从2009年母女俩的和服门事件之后 武汉大学事实上就弱化了 不允许穿和服在赏樱花 在照相的这个规定 所以今年殴打门出来以后 武汉大学只是用非常含混的服饰得体 一笔带过 所以你赞成穿和服赏樱花也好 你不赞成穿和服赏樱花也罢 武汉大学的更多声音肯定是没有了 你还奢望武大有2002年那般生猛 注定不现实 为什么滚滚猪公中有相当高的比例的人群 反感反对甚至痛恨穿着和服去武汉大学欣赏樱花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一部分人群把武汉大学的樱花 与特定的历史记忆做了关联 那就是1938年10月份武汉沦陷 日军对武汉进行了长达7年的残暴统治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武汉在沦陷期间 房屋被日军毁掉了43025栋 武汉人被残杀了13508人 所以呢武汉大学的樱花 武汉大学的校园 甚至整个武汉三镇都承担了种种历史的耻辱感 从心理学上或者说美学上来说 这种情感的投注叫做移情 就是说把人的情感移住转移到物体上 感时花间泪恨别鸟精心 所以当有人穿着和服去五大校园欣赏樱花时 有些人就会被调动起屈辱感 就会被激发起民族自豪感 这都是移情在发挥作用 都是可以理解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正常的 但把穿着和服赏樱花理解成为挑衅的人 应该要明白这一点 你可以把你的情感投注到樱花上 但每个人的经历体验知识储备都不同 他们投注的情感可能与你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就分享一位武汉大学老校友的回忆 他叫做汤商号左边的这一位 根据他的介绍 武汉大学的樱花除了承载屈辱之外 似乎也有别的内容可以考究 1938年10月份左右 留在武汉准备护校的青年教师汤商号 在日本妻子林木光子的协调下 见到了驻扎在武汉大学校园的 日军联队的长官叫做荒原大佐 汤商号很懂战略 照着日本人的中日两国亲善提携 共存共荣之类的说辞套话 跟荒原大佐套近乎 拉近了心理距离后 他就趁着打铁说 为保全此优美之湖山 与优良中华之文物 勿请先生亲善之旨 善为维护 以发扬贵皇军之武德 这里所谓的皇军云云 当然都是打引号的 汤商号和他的几位青年才俊同事 承担了护校的职责 所以不得不屈就 不得不迂回 也可以理解 荒原大佐听了一番恭维话之后 心情大好 当场就表示 可以将16栋学生宿舍的 大部分的官兵 先行调遣至城内 宿舍就可以空出大半 至于文理工学院 已经由华中派遣军大批文职人员使用 教授宿舍皆由高级官员居住 所以自能小心维护 至于饭厅楼上楼下 现为野战医院 不便塌迁 总之 黄军打引号的 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 绝无意破坏 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 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 当善家爱护 君等可大放心 荒原大佐这个时候来看 是良心大大的好 就承诺保护校园的非军事设施 以及一草一木 这里头就很可能有樱花 数月以后 应该是1939年的春天 根据汤商号的介绍 他听说当地的驻军换房 于是这位护校心切的青年人 又和他的妻子重回武汉校园 会见了一位文职武官高桥少将 因为驻军减少 校园已经成为办理后勤的地区 所以高桥少将态度就要为和善 高桥就表示 对于武汉大学这样的文化地区 当尽力加以保护 他同时说 为指此春光明媚 尚嵌花木点缀 可自日本运来櫻花栽植 与此以增情调 同时呢 他就引导着汤商号等人 来到武汉大学的文学院前 咬指 就说可以将櫻花树 栽到这个地方 汤商号对此心有不满 但又不能公开反对 于是针锋相对的提出 可同时栽植梅花 因为中国人甚爱梅花也 但是高桥马上回答 英苗易得 梅种难求 明年今日均等可来此赏英 汤商号的这段经历 毫无疑问就揭示了 武汉大学校园的第一批 樱花最大规模的种植 就是来自日本 来自清华 日军的作为 所以 这第一批樱花 是日本清华的罪证 是国耻的象征 这么说 绝对不为过 但是 根据汤商号的介绍 清华日军 在武汉在占领武汉大学期间 对武汉大学的人文建筑 和植被 基于种种原因 都还是有所保护的 同时呢 日本清华日军 开启了赏樱花的风潮 日本兵爱看 一姐相思之仇 之后的国民党官员 也来看 1947年的阳春三月 就不断有美式的小轿车 开进校园 国民党的官员 和太太们 三五成群 来看樱花 革命小将们 也来看 文化大革命的时期 全国山河一片红 武汉大学 停止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成为红卫兵 难来北往串联的好地方 尽管五大的红卫兵 经常在校园里 大肆破坏 但却没有对这些樱花树 有所损毁 反倒经常有北方来的红卫兵 在每年三月 串联到武大来看樱花 整个文革期间 武大的樱花树 都保存完好 大家怎么看 汤山浩先生的见闻和经历 相信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但是回到怡情 只尊你怡情 只尊你把屈辱和仇恨 移住到樱花 移住到穿和服的 观赏樱花的人 绝对是过于粗线条了 因为武汉大学 曼妙的樱花 绝对也是中日关系 不断向好的见证 1972年 中日邦交就正常化了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 向当时的周恩来总理 赠送了1000株大山鹰 其中有50株 最后转赠给武汉大学 由武汉大学的园林部门 种植于半山炉前1976年开花 后来的很多历史都证明 日本喜欢向朋友们赠送樱花 1983年1月15日 为纪念中日友好十周年 日本京都府 日本友谐和相关的企业 就像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 生物系教师王明泉赠送了100株锤枝鹰苗 然后王老师全部转赠给武汉大学 这些鹰树也栽种于武汉大学的校园内 1986年开花 1992年 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的时候 日本广岛的企业家又访问武汉大学 赠送樱花树苗200株 也种植于武汉大学的校园之内 客观地说在过往的几十年 中日之间的关系从不缺少美好和值得记忆的片段 但是为什么当需要把情感移住到樱花 移住到武汉大学的校园 移住到穿和服的赏樱花的人的时候 却往往寻不到一丝怜悯 一丝宽容 一丝对中国同胞基本的尊重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小图 是发生在2012年2月间 非常有名的寻找自行车的日本人的案例 27岁的日本人何元奇异郎 2月17日在武汉丢掉了一部自行车 武汉市民 武汉网友 武汉警方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帮他找回了车子 何元奇异郎就对媒体说 他很感谢武汉警察的辛苦工作 但是他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他的车是一个网友 从一家修理厂买回来的 却要送到警察局举行还车仪式呢 何元奇异郎还说 他发现中国人对待日本人的态度 比对待中国自己人的态度要友好很多 七年一下子过去了 如今的何元奇异郎已经34岁了 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我一直试图联系他 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想问他 何元奇异郎 在这个樱花烂漫的春天 你敢穿着和服和武汉大学的保安相视一笑 然后开启自己的赏鹰之旅吗 e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